姨 那个瓜瓜 他是怎么跑进来的 这鸡 克尽职守 本王自当重伤 早起三光 晚起三荒 今日本王当家 此当案 本王的喜好其冲 我昨儿就算过 今日早起 必有没报 你演出上门的话 我知时 无事皆探 请如诗 未时晚中先插池住 你把我生活习惯 列出来做什么 你的生活习惯 这是李仪山所转的杂转 此条名为不祥 列出的皆是不合礼仪 寓意不祥之决 记住此条所有理由 自然就不会再犯那些 烧折善一类的祸端了 不让我躺着吃食 我索性不吃 还不快还给我 去除不祥 先从严禁躺食开始 吓 既然今日是本王当家 相信王妃 一定能将卧房 收拾妥当 开始吧 既不能赖床 也不能随便乱扔东西 事实还要分想与不想 麻烦都麻烦死 不许无视接叹 连叹气都不许 那以后我想叹气的时候怎么办 换种方式抒法 好 我换种方式 我呸 我呸呸呸 违反当家者令 李莹收罚 打扫完毕之后 罚学枪进酒 收拾 收拾了 收拾 收拾了 收拾 我 敬酒还要学 也太小看我们西院女子了 本王是让你学枪进酒 谁允许你沉间畅饮了 从未见过如此磨叽的诗人 想喝酒却喝不就成了 写首诗 宣告天下 还能大醉一场不成 李太白此诗亦不再久 而再抒发难愁之志 若不是你不通文末 怎么会鲁莽行事 稍会折善 如此文理不通的诗 我绝不能学 何处文理不通 这第一句便有三处不通 首先 君不见 这三个字就相当奇怪 难道读诗的 却是盲人不成 其次 黄河之水天上来 简直毫无常识 这天上来的 难道不是雨水吗 最后 奔流到海不复回 这简直就是句废话 这水流出去了 还能流回来吗 唉 不许无视皆探 难道 这全是静无一句 能入了你的眼 这句 末世今尊空对月 就挺符合我的心意 那此句 是何意啊 不就是有酒喝 不喝白不喝的意思呗 不就是我刚才所行吗 某人喜欢这诗 却不按其行 难道不是知行不一吗 颠倒黑白 一派胡言 一个时辰内 给我背下全诗 否则 今日的早膳 就不必用了 好 好 好